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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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回自己的位置 我是点了香草拿铁 跟优格烤鸡三型吐司 吐司上有生菜跟炒蛋 炒炭上好像是有 优格口味的美乃滋 分量不大 算是比较小巧一点 咬开的时候会吃得到 有一点酸香味 应该是里面有磨蒜溶酱 再吃到里面会吃到烤鸡肉 咖啡的口味是中规中矩的 但我觉得应该要跟店家 拿一下搅棒棒 前面喝到冰块跟牛奶 到一半才喝到浓浓的咖啡味 店内有不小的可爱的白饰 可以看到店家是很用心在布置的 吐司吃完了还想再吃个点心 点了之前一直很想吃的小米奶油球 再多点一杯绿茶想外带回去 Q软Q软的奶油球 上面有带一点糖霜 中间吃起来有一点麻酥的口感 是一个有一点把不出感的点心 上次来有吃到松饼 这里我放一下上次吃的照片咯 吃完都准备离开了 拿着绿茶要带回去 它的绿茶是比较有茶味的那种 如果怕茶味重 可以请店家加糖哦 这次影片分享在这里解数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按个赞加分享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